有布农族奥运之称的全国布农族摄尔季继传统竞技赛 23号到25号在高雄的纳马夏区举行 花莲除了万荣乡、马远单摄布农族之外 即将承办明年全国布农族奥运的卓西乡 由乡长田桂花亲自带领500多位选手攻逢盛会 拿下家机的同时也摄取承办经验作为参考 有布农族奥运之称的全国布农族摄尔季继传统竞技赛 23号起一连三天在高雄纳马夏区神大登场 花莲县除了万荣马远春与瑞穗奇美单摄布农族出队 就成人口皆为布农族的卓西乡 在乡长田桂花的带领下500多位选手更是马力全开 一个大喜的活动要办理举行绝对会有很多的挑战 那么像14年前碰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风灾 但是我们南马夏一直不孤单 因为很多的朋友一直协助我们帮助我们 不仅有射箭 锯木 摔角等传统体能竞技 也有排球 篮球 各个球类及田径等等 现代的运动赛事 来自武县市11个乡镇区 上千位的布农族运动好手齐聚一堂一较高下 其中竞争激烈的团队拔河比赛 更是把整个布农奥运竞赛带到最高峰 哇 真的是好厉害呀 今年迈入第21届的全国布农奥运 不仅是全国布农族人体能运动的竞技 更是一场布农族传统随时记忆的文化生活展现 藉着布农族设计 修炼记 小米布种 情潮等技艺的展演 传承并学习传统文化智慧 第21届我们全国布农族运动会 既传统技艺的活动在我们喇嘛巷 从昨天开始就已经进行 那我们卓西乡大概也有近500多个的乡亲 都来这里参与这次的盛大 最盛大的一个布农族运动会的一个活动 第21届全国布农族奥运盛事 包括了主办地主队高雄市纳马夏区桃园区 还有南投县信义仁爱两个乡镇 东台湾的花莲县分别有 卓西、瑞穗以及万荣 临近的台东则有 延平、海端与长滨三乡镇 明年度即将已是到花莲卓西乡来承办 乡长田归花表示 卓西乡已经开始筹备 等候全国各地布农族运动好手来一较高下 记者综合报导